政府欲废除死刑的课题近期不断延烧 而网路上更有人发起了情愿活动 反对政府废除死刑 那么对你而言 死刑代表正义吗 它是否应该要被保留下来呢 摆个带你走上街头来听听民众怎么说 不赞争 为什么要赞争 人死了吗 命赔命OK吗 我反对废死刑 在五年前发生了一个命案 就是说那个小女孩 她是做那个cost pay的 如果政府费时间对他们的家属公平 你要还一个公道给那个女孩子 不赞同 不赞同费死刑的 因为法律是死的 人是胜的 所以如果有死刑的话 会对那些 做坏事的人会比较有警惕性吧 因为我感觉如果有人做错 他们必须得到罪犯了 这就是对于所有人 哎哟 生命也有一个刑罪了 我不知如何 因为我还没去刑罪了 但是我认为 死刑是死刑的 我认为它会发生了 如果有死刑的话 就没什么 肯定 然后所有人都会去泰国 不然我们不得了一架架,就直接转发了,我们的国家会更糟糕。 我应该相同,因为如果换一些死刑来说,对他们是比较残忍一点嘛。 所以很多国家他们都是没有死刑这回事嘛。 如果我们教育好的话,应该犯罪这个俱乐会比较低一点嘛,对不对。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位立场相当鲜明的受访者不愿意透露身份, 而他是这么说的。 他们有资格给我们讲的钱吗? 没有资格,没有资格,这个是我们讲不到的权。 尤其是现在他们当着政府更糟糕。 因为他们讲到最后不是独中生,独中生。 我家里有七个小孩,七个小孩是独中生。 我们是从这个当口出出来的。 他们没有给过我们一个钱,也没有承认过我们的文凭。 我不觉得他们需要我们去给税。 我拿我们去睡去养他们的。 有吗? 可以的。 你讲非出死刑。 早一天他这样死完,他叫什么叫死刑跟不死刑人。 你不会讲我骗鸡还是什么,没有可能是什么。 你讲死刑人全部是独犯。 见得吗? 他是因为这个死刑的关系,是因为下次他要帮助谁还是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已。 不要把他们认为的东西掏在我们身上。 没有资格,他们没有资格为我们做出任何决定。 信众国沙替意和我们的服刑人类的。 很不便宜。 那就是什么事情。 他就叫死刑人类常。 天气都可以。 如果、权权都行。 他们就跟着死刑人类常。 全部都在家庭 不要把蟀蟀蟀 如果其他人的情侣 可以 但只要在家庭 如果其他人都在家庭 以为他死了 我认识 人家都在做错了 如果被判断了 但如果其他人 被判断 他们也有败 如果他死了 为什么他们都能住 所以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是的 哪里有什么 很浪漫的 也有什么浪漫的 可能他们在里面有个障碍 给他们的机会 他们不必要在哪里 法律是一个很好的 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没有法律的 能担持一个人的生命 担担他们很长时间 这些状态的状态 在法官判的时候 他们不公平 如果他们有判断的话 如果他们有判断的话 是很好的 在一段时间 狗狗狗胖胖胖胖的 需要在这些人 因为有些人 如果出发 再次他们会做的事 因为他们在前面 他们也有些人 他们也有感觉 所以如果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所以 我没有认识 如果 继续进入 可以吧 因为现在是 比较注重于 一些人权 对啊 我一开始 我觉得 对死刑来说 不应该被除 但是 就是我 是不是觉得很矛盾 我没有认识 我没有认识 因为如果 那些人 可以做 自己的状态 因为他们 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不可能 有判断 所以他们会做 自己的状态 作为人 因为 人生的状态 也不可能 所以 如果 人生的状态 那些状态 应该不要反对吧 就是 可以带出一个 更大的影响 所以你已经知道 如果你犯罪的话 你就会得到这个惩罚 所以 为什么你还要去犯 那是你自己 自己拿来的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 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不是说你去打击 还是什么 可能就是你不小心杀人了 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根本就是不道德东西 所以 他们当初 法律才会规定说 只要你犯了这些错误 你就会被 规定死刑 我个人是觉得 可以的话是 不要废除啦 因为 还是有一些 人会觉得不公平 你犯罪嘛 那你一命敌一命的话 其实 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讲 会是比较公平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课题 是一个比较争议性的 如果可以有一个 更好的解决方案 来替代完全废除实行 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的 那你终生监禁 你要监禁他多少年 到他去世的那一刻 你又要养他多久 那 你在惩罚他的同时 你又要浪费很多货币 去养他 我觉得有点浪费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因为那些犯罪是 生命的犯罪 我认为 为什么不 因为他们犯罪 或者犯罪 所以 在那些犯罪 所以 为什么不 他们犯了生命的犯罪 我认为 生命的犯罪 不是 生命的犯罪 所以 每次 他们都会忍不住 对 对 在那些犯罪 这些犯罪 很难 因为 你对人的观点 如果我认为 这样 如果我认为 这样 如果我认为这样 可能不 所以 对于废除死刑 你有何立场 10月19日 敬请留守拜格大家奖直播 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将牵连现场 和你面对面 谈论Face课题